一件鬼谷子下山青花瓷冠横空出世 引得古董界各路人士清朝出动 欢迎收听古董局中局四大结局 明眼梅花 作者马伯雍 嘲讽是一个古老的名字 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索到汉代 本是一种朝廷官员的头衔 到了唐宋年间 嘲讽成了一系列固定的官职名称 如嘲讽使 嘲讽狼 嘲讽大夫等 这个称呼后来延伸到了民间 像世子 大店铺主人 有身份的富商 也会被称为嘲讽 到了明代以后 嘲讽变成了当铺掌柜的尊称 负责收获离架 是当铺的核心人员 谁去点当物件 在柜台上打招呼 都是拱手道一声 嘲讽 随着时代发展 嘲讽现在已逐渐被人遗忘 对于绝大多数百姓来说 这已经变成一个陌生而神秘的词汇 但是对我来说 老嘲讽 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名字 他属于一个人 这个人 他出卖了我爷爷许一成 以知其背负污名含冤而死 他设下圈套 逼迫我父亲许和平投胡自尽 他又派人来骗取我的信任 杀死我的朋友 这个名字 就像是一个猙獰的恶鬼 纠缠了我们许家三代 他一手建起了覆盖全国的古董艳品制饭网络 暗流涌动 已成为中国文物市场上的一颗极大的毒瘤 于私 我跟他有数不清的账要算 于公 老嘲讽的势力不拔除 古董市场将真假沆穴 永无宁日 老嘲讽到底是谁 我必须要搞清楚 否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在清明上河图事件中 我和老嘲讽短暂联手 挫败了百瑞莲的阴谋 所谓交换条件 老嘲讽答应与我相见 把这几十年的恩怨 以此了解 现在 真想去离我 尽在咫尺 这是一座 位于通县的老旧四合院 旁边就是永定河 门口摆着两尊 磨得看不清形状的 蹲虎石蹲 门楣上还残留着 蝉花纹路 看来是座前卿的老宅子 原来的主人身份 恐怕不低 可惜 任当年如何风光 如今也成了云烟 这宅子历经多变 门前残破斑驳 东一道烟熏火燎的痕迹 吸一片 没抹干净的标语 墙边一溜垃圾框 还有辆没有轮的破旧自行车 斜躺在大竹条柱的旁边 前挡泥板高高地翘了起来 大门是两扇刷了黑漆的木门 漆挺新的 门板上却勾壑纵横 看来颇有年头 我站在门前 抬起手臂 心脏几乎要跳破胸的 门的那一边 就是老嘲讽 我与他只隔着一扇门板 我们许家三代跟他的恩怨 在今天即将一次结清 我伸出手臂 朝前轻轻一推 门虚掩着 一推就开了 锈时的门轴 发出声色枝压的声音 仿佛是在提醒主人 有客人上门 门后的罩臂 已被拆掉了 还剩下半截残缘 我一进门 便能把整个院子 尽收眼底 院子不大 最先注意到的是 院子正中立着一棵槐树 这槐树被雷劈毁了一半 剩下半截 歪歪扭扭的枝干 向天空伸展 相及了一个巨人 高举双手 大声呼叫 看着槐树的粗细 想来得有几百年寿命 老北京一般 不在院子里头种槐树 不吉利 但也有句话叫 院有古槐 必是老宅 能有这么老的槐树 这宅院来历 应该不一般 一个人 站在槐树前面 背对着我 仰望树顶 像是在心上一幅 后现代油画 他个子挺拔 比我高出足有一头 西装笔挺平整 一丝都没有起皱 奇怪的是 看身形 他的年纪并不老 这不可能是老嘲讽 这个人听到我的脚步声 缓缓转过身来 我第一个反应是惊讶 忍不住大叫一声 要不然 可当最后一个字 滑出口之后 我意识到 我认错人了 他的相貌 和要不然有八成相似 但气质却截然不同 要不然 无论何时 都是一副 嬉皮笑脸 完事不恭的浪荡模样 而眼前这人 面色木染 眉间有三道淡淡的 穿字皱纹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你不用找了 这院子里没人 老嘲讽不在这 他对我说到 很标准的普通话 一点金枪痕迹都没有 我急忙环顾四周 果然两侧厢房里 都静悄悄的 我不敢相信 亲自钻进屋子里 找了一圈 里面的摆设很整洁 但空无一人 我一下子怒气翻涌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花了如此之大的代价 好不容易 要见到老嘲讽了 这个横里闯入的家伙 凭什么来指手画脚啊 你到底谁啊 我怒吼道 我钻进了拳头 他扶了扶金丝眼镜 你果然和传说中一样容易冲动啊 许愿 你别转移话题 你到底是谁 我上前一步气势汹汹 他不闪不动 语气一点起伏都没有 第一次见面 我是要不然的哥哥 我叫要不是 要不然的哥哥 我不由地仔细端详了他一下 对方的表情冷冽而漠然 像是块冰 我从前依稀听过要不然提起 他有个大三岁的哥哥 对古董行当没兴趣 很早就被家里送去美国了 这哥俩风格差异可真不小 除了相貌相似 没一个地方是相似的 可是 要不是 为什么突然回国呢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老嘲讽的院子里 难道他也是老嘲讽的手下之一 一念即此 我不由地心生警惕 往后退两步 要不是开口说 我也刚到不久 老嘲讽应该是提前离开了 我没有见到 他说的坦然 但可把我给气坏了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老嘲讽本来只约了我相见 一看 居然有一个外人先跑了过来 以他的警觉性 自然是立刻抽身离开啊 我人生中大概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居然被这不相干的人给搅黄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见面呢 我一直在监听你的电话 我顾不得风度一把揪住要不是的领带 这是我许家的恩怨 你来下掺和什么呀 要不是个子高 我把他的领带往下那么一拽 整个人朝前弯下腰 他就这么俯视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我爷爷 因为老嘲讽被迫自杀 我弟弟成了通缉犯 你说 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的手一颤 输然松开了他的领带 是啊 老嘲讽害的可不是只有我们许家一家 要来受他的胁迫就死在我的面前 要不然就更别说了 我至今也不明白他为何要投靠老嘲讽 他们耀家两代中间一死一判 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我盯着耀不是 想从他的眼中看到复仇者特有的愤怒 但我只看到了平静 死记般的平静 要不是后退一步 把领带重新捋平 语调不急不缓地收 家中如此巨别 旁人都靠不住 只好我亲自回国来解决 说到这里 他扶了扶近况 冷冷地说 我必须指出 雪 你真是令我失望 我略感愕然 不知他为何这么说 刚才一提老嘲讽 你就急吼吼地像个疯子 完全失去了冷静 因你这种心态 就算真见到老嘲讽 又能报得了什么仇啊 他的话就像一根根标枪投过来 说了好像了解我似的 我低声咕弄着 你重返五脉后的一切行动 我都仔细研究过 清明上河图那件事 你急于找老嘲讽报仇 自己犯魂冲动 才一脚踏入百瑞莲的陷阱 我以为你会因此长点教训 可刚才你的表现证明 根本就没有长进 我忍不住反唇相机 把老嘲讽惊走的人 可不是我 要不是说 即使你见到了老嘲讽 然后呢 你认真想过没有 他这一句话 一下子提醒了我 先前我沉浸在即将见到 老嘲讽真面目的激动中 没顾上想清楚 一旦见了面 要怎么和他了结恩怨 到底是 纽宋当地派出所绳之以法呢 还是手刃元凶呢 我不吭声了 要不是继续说 你有没有想过 老嘲讽这么狡猾的人 怎么会主动现身邀你见面 他绝非良心发现 必然有所图谋 你这点都想不透 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只会一头栽进陷阱里 重蹈清明上河图的辅折 他声音冷峻透彻 如同一把手术刀 一刀刀地削去我的脚型 我被他批评得有些恼火了 这与你无关 要不是眉毛青苔 怎么没关系啊 你得和我一起去把老嘲讽 给揪出来 我的搭档 可不能是个白痴 我一时无语 这自说自话的本事 倒是和他弟弟一脉相承啊 这才见面不到十分钟 他擅自监听我的电话的事 还没说清楚呢 倒已经开始挑剔起 我的素质来了 神经病 我甩下一句话 转身朝门口走去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一个莫名其妙的提议 我若是二话不说就听他的 那才是失心疯呢 你不想抓到老嘲讽啊 这个我自己会想办法 难道你也不想搞清楚 我弟弟为何出卖你吗 要不是的声音 从我的背后响起 我迈出门的动作 僵住了 像被一根绳子 拴住了我的脚脖子 要不然 现在是我心中最大的一根刺 一个谜 如果说老嘲讽 是我要了结的仇恨 那要不然 就是我急需解开的心结 他确实背叛过我 但也救过我 那家伙完事不公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心思 我从来没有搞明白过 要不是轻轻叹息了一声 他到了今天这地步 我也始料未及 这家伙到底什么打算 我这个做大哥的 从来没搞明白过 我们两个联手 也许可以弄清楚 我心里犹豫了一下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诱惑 不过我转念一想 这大概是要不是的策略 我可不能被他控制了 谈话的节奏 一个凭空出现的家伙 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 我虽然鲁莽 也不至于如此轻心 我沉思片刻 转过身来 这件事太大了 光我们两个可不够 今晚家里有个聚会 五脉俱齐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妨到那时候提出来 大家群策群力 今晚五脉确实有个聚会 老嘲讽的实力深不可测 想要抓住他 必须要借助五脉的力量 才有可能 不料要不是吃了一声 一脸鄙夷地摇头说道 要家的公道我会讨回 但不会指望他们 那些家伙没一个靠得住他 我双眼一瞇 这可有意思了 听要不是的口气 显然是打算甩开五脉单干 可我记得 他根本不是混古董圈的 一个常年在国外的外行人 想单枪匹马 挑战老嘲讽 亏他还说我有用五毛呢 我看他才是自不量力 要不是似乎无意解释 他挥了挥手 甩过来一张名片 我这次回国 五脉几乎没人知道 我对无聊的聚会 也没什么兴趣 如果你改变了想法 就来华润饭店找我 说完之后 要不是转过身去 继续仰头欣赏着那一棵 扭曲古怪的槐树 不知他看什么 看得如此辱迷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来的时候满怀期待 没想到结局 会是如此莫名其妙 带着遗憾和愤恨 我走出了这座宅子 老宅底的门 枝压一声关了起来 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院子 一个人和半颗残破的槐树 卖出院子 我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一个古老的风水故事 说的是 一个富商在院子里种了棵树 没想到接下来家里却灾难连连 一个路过的风水先生说 您这院子不吉利 院中有树 乃是一个困子 那富商一听大惊 慌忙就把树给砍掉了 但还是老出事 风水先生又说了 您把树砍了 这院子里只剩下了人 岂不成了一个囚字吗 这一院一树一人 岂不是我身后那座老宅底的格局吗 我不是迷信 但这次老嘲讽没见我 却一头扎进这样的风水格局 困求二字 莫非真的是什么预言吗 五脉聚会并非一个托词 当天晚上确实有一场假演 名义是迎接清明上河图顺利归京 刘局牵头了 召集了五脉成员庆祝一下 刘局为了传这一局 可是煞费苦心 清明上河图的风波 是我惹出来的 五脉中很多人对我十分不满 借这次机会 也算是弥合一下矛盾 为许家重回五脉 铺垫一下 可惜啊 几位家中重要人物都缺席 要来去世 黄克武在香港养病未归 刘一鸣身体不太舒服 奄奄为要照顾他爷爷 也一直留在香港 结果 偌大一个席面上 我的熟人除了刘局 就只有青字门的沈云琛 其他都是各门的小辈 说不上什么话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虽然刘局在席间高谈阔论 极力想把气氛弄到热路 但是我跟这些出席者之间 实在没什么好聊的 敬了一轮酒之后 基本上就是各吃各的 席间的气氛有些尴尬 在座的人里 沈云琛辈分最高 他对我态度还不错 一见面就送了我一件 道光年的谈木小葫芦挂饰 说可以逢凶化吉 葫芦上下两截 各刻着衬许二字 这个衬是对衬的衬 不值什么钱 彩头倒好 也是花了心思挑选的 清自门 沈家在五脉里不是大宗 以木器为主营 所以无论是佛头案 还是清明上河图风波 沈家都没有参与 除了有一位沈君 跟着老嘲讽混之外 清自门里一直置身事外 存在感不是很强 正因为如此 我能跟沈云琛 平心静气地聊上几句 说起刘一鸣黄克武 要来几位掌门的遭遇 沈云琛唏嘘了几句 他告诉我 建古学会的商业计划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这次成功地阻击了 百瑞灵登陆之后 正是启动的好机会 我对五脉商业化 一直持保留态度 明眼没花这么多年的声望 是靠立身中正才得来的 如今裁判亲自下水踢球 掺杂太多利益了 这公正程度恐怕要打一个折扣 不过话说回来 五脉的店铺早已开了一家又一家 如今不过是把这层面纱给揭开而已 开放搞活 经济建设先行 这是整个时代的大趋势 不可逆转 沈云琛乐呵呵地说 所以我跟你说 古丸这块阵地 我们不去占领 敌人就会去占领 他的眼神里闪动着光芒 不怪他如此伤心 建古学会商业化 真启动起来 青字们恐怕是得意最大的 要知道 这木气在古丸界被称为小气 也叫青气 这个青啊 就是青红皂白的青 既是指木质发青 也指年轻啊 其他的门类 诸如金石瓷器字画 动辄可以追溯到汉唐宋元 而木气保存不易 收藏以明清为主 再往前就不多了 这青归青 但木气一直是个获利颇丰的行业 古丸讲究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贵出贵近 木气却是薄利多销 每一件价格不高 但买的人多 原因很简单 别的股丸 那是拿来玩赏的 木气 尤其是家具 那是拿来用的 商业化开放以后 单是仿股家具这一下 销量就不可低估 沈云琛兴性质很高 跟我叙叙叨叨的说起 木气行当里头这些事 又讲起最近准备搞一个 防骨家具展销的全国巡展计划 我一边微笑一边听着 偶尔还点点头 沈云琛说了半天 意识到光他自己说了 于是侧过身子来 问我 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青字门的掌门沈云琛 侧过身子来问我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就拿起一根汤匙 敲了敲茶杯 当当想过几下 席上的人都不说话了 全都盯着我 有件事啊 等跟大家商量一下 今天我去见了老朝凤 我话一出口 整个席间都沉默了下来 在五脉里 老朝凤是个禁忌之词 我忽然提起这个名字 大家都屏息宁气 就连刘局和沈云琛 都搁下筷子 带着不同的表情看过来 我把今天跟老朝凤 见面的前因后果 约略一说 当然 要不是的事 我没提 只说 找到了那间老宅子后 却扑了个空 我环顾四周 开口说道 这老朝凤是什么人 我想不必多说了 诸位心里都清楚得很 这次我没抓到老朝凤 可我也不能放任他 继续害人 希望诸位群策群力 跟我一起 把这只 致犯假验文物的黑手 彻底斩断 履行五脉的直走 在座的人都纷纷点头 举杯 表示支持 老朝凤 是五脉的天然敌人 对付他 是理所当然的事 刘局皱着眉头 插嘴问道 这老朝凤 让你去那儿见他 但却没有出现 是 发现什么没有啊 沈云琛追问道 有 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 我猜 是老朝凤一落的 我从怀里 掏出了一样东西 轻轻地 搁到桌上的 玻璃转盘上 席上立刻 响起了不少人的 低声惊呼 席间沉默了一下 众人你看我 我看看你 风向开始发生了 微妙而有趣的变化 这五脉刚刚度过危机 我个人认为 现在不以轻举妄动 这转老朝凤 是应该的 不过 之前许愿那小子 一想天干 把家里折腾得鸡犬不宁 这次得想清楚才成 别又中了别人的圈套啊 是啊 咱们就是个民间协会 这线索给有关部门 让他们去抓就好了嘛 自古以来啊 赝品就没断绝过 哪想一个老嘲讽 就能保证再没赝品了 天真啊 不少刚才还点头称许的人 现在的态度都暧昧了起来 还有人大泼冷水 居然一个明确支持的都没了 就连沈云琛都拍拍我的肩膀 说 小许啊 此事前夕太广 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听着这些话 我的表情还在笑 却越来越冷 我搁在桌子上的那件东西 是一件清代的断口斗青丹药瓷瓶 丹药瓶不大 高八厘米 表面沉又无纹 很小的一件东西 这其实是一件大开门的验品 右色虚幅 断口白茶 稍微有点文物常识的人 都能够看得出来 但这件东西 同时也是一个试探 药瓷瓶很少有假的 不经济 单独造假 不值得 当这个都出现验品的时候 意味着背后隐藏着 一个巨大的制假势力 他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连这种小物件 都能产生利润 其实这小药瓶 是我来之前随手拿的 跟老嘲讽没关系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看看五脉中人的真实态度 果不其然 这些老家伙 一看到这个小瓷瓶 有的是被瓷瓶背后 展现的造假实力 给吓住了 有的则是自己心里有鬼 不清不白的 从这些瓷瓶里 看出了被牵连的可能性 这俗话说 见古意 见人难 如今看来 人心也不是那么难解 一个小小的瓷瓶 就把各种心思 都给映照出来了 他们反对我 有一千个理由 但我知道 真正心意到底为何 现在商业化在即 大家都一心火热 忙着挣钱 追查老嘲讽这种事啊 吃力不讨好 何必去出那眉头 难怪要不是没打算 借助五脉的力量 他出身于五脉之中 太知道这些人的秉性如何了 我原本还有侥幸呢 但现在彻底明白了 我默默地把药瓶收起来 站起身 一言不发地朝外面走去 席上的众人交头接耳 却都坐立不安 只有沈云琛 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抓住我的手臂 挽留我 这孩子 怎么是个驴脾气啊 这不大家得商量着来吗 我低头对他笑着说 五脉的道 总得有那么一两个人去坚持 大家都忙 就我比较闲 那就我去吧 沈云琛拗不够我 说你好歹等刘一鸣老爷子回来 再定主意也不迟啊 我却摇摇头说 若我猜得不错的话 老朝风的年纪 也应该激进古稀了 要是他在我逮住他之前死了 一世都不安稳 岁月可不等人哪 沈云琛见我 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终于皱着眉头 把手松开了 我拿起酒杯 向刘局方向一饮而尽 辛辣的茅台 从嗓子眼 滚成一条火线进入胃里 刘局坐在原地 眉头微皱 只得掠台杯子 算是回应了我的举动 他是官场中人 毕竟要以平衡稳定为主 不可能太意气用事 我搁下酒杯 离开房间 心里既有解脱后的轻快 又有沉甸甸的愤闷堆积 别人如何 我没资格评说 但我一定要查出老嘲讽的真相 当我走到饭店门口的时候 看到一个身影 侧靠着郎柱 在昏黄的灯光下 不显山不露水 仿佛要融入昏暗之中 他的手里夹着一节点燃的香烟 烟气 鸟鸟生气 方震 我颇为意外 后来转念一想 刘局在这里 他自然也会跟来 不料方震却对我说 我不是在等刘局 我是在等你 你也要阻止我 我警惕地望着他 这家伙是我出生入死的伙伴 但他同时也是个警察 命令下来 留亲不认 不 我是来送你一程的 方震还是那一副 波澜不惊的神情 他把烟头丢在地上 踩了踩 随后走下台阶 台阶下 正停着一辆银灰色桑塔纳 挂的是武警的牌子 我不明白他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一撇嘴 低头坐进副驾的位置 我倒要看看 他要怎么送我一程 方震发动引擎 车子徐徐开动起来 很快就远离了饭店 我摇下车窗 盘出头去 常常呼出一口气 离开那里之后 我才觉得呼吸通畅起来 刚才在饭店里 看着那些人的眼神 真有种喘不过气的憋们 跟费里塞满了塑料袋似的 车子飞速前行 我看着街道向两侧退去 忽然觉得不对劲 我说 这不是回四回家的路啊 我知道 反正你又不想回那里 方震双目平视前方 方向盘握得很牢 你知道我想去哪儿 华润饭店 华润饭店 在北京东边 是栋圆桶状大楼 有三十多层 上头有一百三十六度的旋转餐厅 颇为有名 很多归国华侨 都喜欢住在那儿 我久闻其名 不过一次都没去过 我们俩到了饭店的楼下 进了大堂 方震连问都不问 直奔电梯而去 我心中大气 难道要不是已经把回国的事情 告诉方震了 他这次不是秘密回国的吗 不过我没问 问了也是白问 方震这个家伙 该说的 他会主动告诉你 不该说的 你一句也撬不出来 我偷偷地斜过眼去 他正背靠着电梯 微微垂目 跟个佛爷似的 你完全揣测不出来 他此时的内心活动 要不然是话太多 方震呢 是话太少 我身边的朋友 还真是一个正常的都没有 一想到朋友这个词 我的心情忽然沉重起来 要不然现在到底 算不算是我的朋友呢 这是个背叛者 手里有几条人命 不可原谅 但是在九龙城寨的时候 他却对我舍命相救 本来我已说动 他去自首了 可他后来又被老嘲讽带走 行踪不明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么执着于寻找老嘲讽 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 要不然的关系 带着满脑子的胡思乱想 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 一处房间前 方震按动门铃 门立刻开了 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要不是居然还是一身的西装笔挺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够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 他微微抬起下巴 口气拽得像一个算命先生 我苦笑着摇摇头 没说什么 静止走进房间去 要不是砰的把门关上 我察觉有意 回头一看 发现方震居然没有进来 要不是说 我们认识许多年 所有和五脉相关的人里 只有他我才完全信任 但是他身份有限 接下来的事情不便参与了 我点了点头 方震毕竟是公安身份 个人原则性有强 这种民间行为 他能保守秘密 也就算是帮了大忙了 不指望能够暗中协助 方震的这个态度 也暗示了刘局 以及有关部门的立场 对抓老嘲讽这件事 他们不是很积极 至少不赞成 我这样的民间人士 参与抓捕 所以方震所能做的 就只是把我送来 华润饭店而已 不过我原来都不知道 要不是和方震 居然是多年好友 这两个人 一个不苟言笑 一个沉默瓦言 真不知道相处的时候 是怎么聊天的 我到一个新地方 习惯先观察四周 房间里的陈设 精致而简洁 靠大床边上 是一个硕大的行李箱 床头柜上 放着一个皮夹 和一叠文件 还有一把精致的 电动体虚刀 这就是要不是 这次回国的全部行李了 看来他这个人 个人欲望很低 自律性极强 这次回国的目的 非常单纯 就是为了给药家报仇 要不是不喜欢寒暄客套 连茶也不泡一杯 各自落座 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你既然来到我这儿 看来那顿晚宴吃得并不顺利啊 我甘笑了一声 把那个豆青药瓶拿出来 搁到茶几上 忠义客牌位 才博动人心 这是人之常情 一个小瓶 就探出了他们的海底 要不是摆了摆手 我对古董不在行 别用这些江湖术语 直接说结论吧 大家都忙着赚钱 没人愿意节外生枝 除了我 要不是摁了一声 双手暴毙 我在那宅院里就说过了 五脉的人不值得信任 你要抓老嘲讽 就只能跟我合作 你先别着急啊 我还有一个疑问 你不是古董专业 连基本的术语都不懂 又久居国外 在中国缺少人脉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啊 要不是似乎早就预料到 我会质疑 他慢慢地夺步到我面前 宁神盯了一阵 盯得我一阵心慌 然后才开口说 你不觉得 之前你犯的错误 就是因为太执着于古玩了吗 我不明白他这意思 佛头案例 若你不执着于佛像本身 恐怕早就发现 要不然不妥了 清明上河图那件事 若不是你自作聪明 以为发现了图中真相 又怎么会有后面那一系列的风波啊 许愿 你确实是古董剑上的一把好手 可有时候 这反而会成为障碍 让你绕很多路 你是说一个棒锤 反而会更容易找出真相 我半是讽刺地反击的 要不是却说 你听过爱迪生的故事没有 没有 有一次 爱迪生想要测量一个灯泡的容量 他得为高级助手 又是测算深浅 又是计算弧度 忙得满头大汗 这时候实验室里的实习生把灯泡接过去 倒满了水 然后又把水倒进凉杯 轻而易举的就算出了体积 高级助手的数学功底比实习生要强多了 但他就是因为太过于执着计算 反而忽略了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你的问题也是一样 剑上知识让你专注于古董 解决问题往往先入为主 忽略掉了其他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 要不是只离一下自己的鼻尖 我不懂古董 我原来是学医的 后来改学了商科 这两个专业都需要逻辑 我会运用逻辑 引导你走上一条正确 高效 清楚的路 而不是被层出不穷的古丸 绕晕了头 这家伙倒真是从不知谦虚啊 说话直来直往 我之前认识的人里 大概只有戴海燕 是这种风格了 老嘲讽这个人心思缜密 手段毒辣 若想逮住他的尾巴 寻常思路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能出气不易 他了解你 但他不知道我的存在 这就是咱们的机会 要不是显然已经有了通盘考虑 侃侃而谈 就像是在做一个学术报告 我盯着他 心中逐渐有了决定 他说的没错 上次我信心十足地去追查老嘲讽 结果反被百瑞莲当枪使 让我一直心存顾忌 生怕再次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中了人家的圈套 我确实需要一个搭档 能够避捕缺漏 帮助我 及早地察觉问题所在 问题只有一个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不是老嘲讽 故意派人来骗我的 我尖锐地问他 这个问题很可能会让他不高兴 但必须要说清楚才成 要不然 钟爱华 我先后遭到了两次背叛 而且 对方都是我认为的 绝不可能背叛我的人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何况我还被咬了两回 我必须得谨慎 要不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问得好 说明你现在开始学着思考了 我说的当然都是真的 不过我没法证明 你只能赌赌运气 这也算是一次坦诚而开放的对话了 我们两个人对视片刻 同时笑了笑 准确地说只有我笑了 他的唇角只是微微上翘了那么一下 与其说是微笑 倒不是说是一种矜持 我赌 我伸出手来 两个人简单地握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反老嘲讽联盟 就此结成 我问他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随即说了几个可能调查的方向 我的大哥大随时保持开机 老嘲讽可能会再次打电话过来 可以看他打什么主意 还有 五脉里有些人也和他关系匪浅 咱们抓住一点 顺藤摸挂 这些都不行 要不是手掌往下用力一切 老嘲讽对你太了解了 你目前能接触到的任何线索 权都可能是他安排的权套 都不可用 那该怎么办 我有点发愣了 要不是竖起两根指头 首先 你得切断一切和五脉的联系 彻底从他们的事业里消失 让老嘲讽无法掌握你的行踪 然后 我们去挖掘新的线索 新的线索 没错 送上门的好处都是可疑的 只有自己主动发掘 才能够获得干净的线索 这就好像一座土匪盘踞着大山 长走的大路一定都埋伏着陷阱 我们只能另辟蹊径 亲自在经济中 批出一条安全的路来 才能指导蛇窟 真是难得他使用了一个比喻 那 那我们该去哪儿找新的线索啊 要不是走到了床头柜前 拿起了一份文件递给我 我这里恰好有一把现成的钥匙 看来他早在美国就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了 这是影印的一份英文文件 好在旁边附了中文的翻译 文件的第一页是数张彩色的青铜炉照片 各个角度都有 旁边还标有刻度 我们许家在五脉的主页是金石玉器 看到这香炉立刻上了心 照片上的香炉不是很大 高脚双耳 饕贴纹饰 品相完好 但质地却与幽玄青铜有所差异 我一看副底提款 颇为惊讶 不由得脱口而出 这 这是陆王炉啊 陆王炉的来历 乃是源自河南卫辉的一个传奇